为什么C语言有那么多整数类型 对吧 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不在这个 刚开始的时候 就把那么多整数类型都交给你们 太复杂了 C语言有那么多复杂的事情 是因为早期的语言 需要准确的去表达计算机里头的东西 我们要去准确表达计算机里面的内存 去表达计算机里面的寄存器 去表达计算机里面的接口 比如说我有一个输入输出的端口 那个端口就是16个比特的 每一个比特对应于一个芯片上的引角 于是我就必须要用short去控制它 我用别的方式去控制它就不对了 所以C语言这么做 一方面是早期语言 60年代70年代语言的习惯 另外一方面是为了能够去准确表达 硬件和硬件打交道的时候要用到的 所以我们今天怎么去选择整数呢 类型的那么多类型我们怎么选择呢 我的建议是 没有特别的需要 就用int 有的教科数量可能会跟你说 你用short可以省一点 short也许会快一点 如果你的数不超过127的 你就用chr等等 但是今天的计算机已经不一样了 今天的计算机的自长普遍就是32位或者64位 我们前面看过那张图 我们自长指的是CPU和内存之间的数据通道 什么意思 我CPU每一次从内存当中读一个数据 每一次往内存当中写一个数据 它就是32位的 它就是一个int的 如果你要它做一个chart 8个比特 实际上它做的事情是 把32个比特的数据全读进来 然后从当中播出 想办法拿出那8个比特来给你 所以实际上在现在32位64位的机器上面 你用short你用chart 不见得比用int更快 甚至可能更慢 然后现代的编译器 往往还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内存的对齐 这件事情我们以后讲到结构的时候 我们会仔细的来解释什么叫做对齐 总之最后的结果就是 你在内存当中 你放了一个8个比特的chart的变量 有可能它实际占据的 仍然是一个int 所以再去用比一个int要小的 类型的这个数据来做运算 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 除非是你现在就在做底层的程序 你现在做的程序就是要面对硬件的 这个时候 那么当然硬件必须用哪种类型 你确定用哪种类型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选择int 另外onsign的要不要选择 onsign的和int 它们的区别只是在输出的时候 只是在做某些特殊的未运算的时候 所以如果不是迫不得已 你没有必要去用onsign 你就用int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想 你可以想想 现在更新的那些编程语言 比如说像python 它不区分这么细的整数的不同的类型 像贾瓦这样的语言 它的整数没有sign和onsign 没有有符号没符号的区别 为什么 因为对于日常的计算来说 没有必要做这些事情了 这些东西都是对底层硬件做操作的时候 才有用的 可以带一下 这是我们的那些小型的麻营 是我们的包团 是我们的那些小型的 我们的监造 最后一遇到 冰冰件的 小型的 幻環 bake 你 再来